唐与突厥的战争 唐朝由开始的安抚和防御转为进攻 加之突厥内部的分裂和内乱 唐朝分别于630年和657年彻底击败东西突厥 俘虏东突厥杰利克汗和西突厥沙波罗克汗 导致了突厥韩国的灭亡 唐朝在原东西突厥领地分别设立都督府和都护府 而对东西突厥的两次出击可有得说到 突厥是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 六世纪活动于金山 突厥于552年完成统一 以漠北为中心建立突厥韩国 之后突厥韩国逐渐发展壮大 版图扩大东自辽海 西至里海 南自蒙古沙漠 北至贝加尔湖 东西长万里 南北五六千里 韩庭设在于都金山 北周时期突厥试点密西征 西突厥开始割据行政 突厥韩国开始实际分裂 580年 突厥在西域设立小可汗 同管阿尔泰山以西的地区 这是突厥日后分裂的重要根源 583年突厥内讧 分裂为东西两个韩国 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年的内战 突厥同当时统治中国中原地区的隋朝 是邻国 经常发生边境冲突 重大的战役有 突厥攻随之战 随反击突厥之战 随击突厥之战 阳素击突厥之战 李渊基突厥之战 和隋王仁公基突厥之战 突厥攻扰静阳之战等 东突厥沙波略克汗 打不过西突厥的打头克汗 东边新兴的契丹民族 也开始咄咄逼人 沙波略的东突厥的局势 进一步恶化了 开黄五年 沙波略实在混不下去了 归附于隋朝 之后隋朝曾几次联合东突厥 对西突厥韩国进行军事行动 隋阳帝残暴争脸 民不聊生 导致百姓大规模起义 启明克汗之子 史毕克汗 趁中原内乱之机脱离隋朝 并于615年率十万骑兵攻随 围困隋阳帝于燕门一跃余 后撤围退兵 次年再次进犯攻马役 被隋将李渊击退 另一方面 地方割据势力同时借助突厥的力量 消除敌对势力 引突厥兵入扣 如流武洲 梁师都颖突厥公堂等 其间突厥对中原的袭击事件 有记录的共67起 自隋朝开皇三年 突厥韩国分裂之后 东突厥韩国就南下臣服于隋朝 并且和隋朝一起对抗 在中亚地区独霸一方的西突厥韩国 隋末唐初 起名克汗之子 史毕克汗 即位成为东突厥的克汗 当时中原的隋朝大乱 内部混战不休 因此无暇顾及北方的突厥部落 史毕克汗趁机脱离了隋朝 开始迅速崛起 达到戎敌强 古魏尤也的极盛程度 他历次发兵南下 掠夺边境各州 公元615年 甚至将隋阳帝围困在代州 后来幸亏李世民和王世冲 分别率部解围 才使隋阳帝幸免于难 北方各地的起义军 为了稳定后方 纷纷与东突厥结盟 并称臣纳贡 东突厥也愿意支持 刘武周 梁师都 窦建德 刘黑榻 高开道 薛举 李鬼 郭子和 怨君章 徐元朗等割据势力 以图将来在中原增加影响力 在隋末大乱 内战分裂严重 薛弱华下 突厥崛起极端强盛的情况下 突厥触罗克汗 杰利克汗 听从梁师都派去的 陆济兰的劝说 想效法北魏道武帝 占据中原 唐高祖李渊 于617年在太原起兵 参与对中原的争夺 当时他用空城剂 下退过来犯的突厥军队 但是李渊担心 进军长安时 突厥与刘武周等 会攻打自己的后方 所以解好突厥 以预防 李渊太原起兵时 还是隋朝的臣 遣刘文静致突厥 见史弊克汗 请兵 李渊没有奉突厥克汗 为至尊 突厥史弊克汗死时 唐朝对他用的礼节 还不如唐朝对自己的部分 陈属之死用的礼节 武德八年之前 李渊与突厥 用平等的敌国礼 不是称臣 从武德八年开始 李渊开始对突厥用兆斥 以军队臣的态度 对突厥 地位高于突厥 更不是称臣于突厥了 620年 突厥出罗克汗 开始出兵 与唐朝交战 出罗克汗病死后 杰利克汗即位 屡次协同铁勒 薛延陀等诸部 南下袭击北方边城 李世民于武德七年 用反奸计 打退过突厥军队 李渊和李建成 甚至想过要迁都 以避免被突厥为奸 终遭李世民反对而作罢 唐高祖武德七年 唐军终于平定四方 统一全国 开始商议 反击突厥的战争 同年 东突厥杰利克汗和突厥克汗 亲全部人马入侵唐 任七月 唐朝有人提出 迁都躲避突厥入侵 李世民反对 李渊决定不迁都 并于21日 派遣李世民出兵州道 抵御突厥 8月12日 双方在武龙板交锋 称武龙板之战 李世民用反奸计 联合突厥克汗 离建杰利克汗 使突厥退兵 十天后 另一支突厥军队 在渡阳谷 被唐朝开国名将驸马 柴绍击败 公元626年 秦王李世民通过 玄武门之变 杀死其兄长太子李建成 和四弟齐王李元吉 夺得唐朝的地位 东突厥杰利克汗 趁着李世民 上尉将冯丽 谢书芳 薛万彻 罗毅等李建成 和李元吉余部招降 获产出干净 命把也吉佛和铜锣部的骑兵 围攻乌城 牵制住陈之杰 徐世纪 柴绍和驱突通的唐军主力 他自己则携同其地 突厥克汗 以及铁勒首领 气壁和利 帅二十万大军南下 冰封直指长安城 占领了离长安不远的武功城 吉利克汗派遣仗下大将军 执师司力 进长安城威胁唐朝军臣 并同时率大军 进逼到长安城外的渭河北岸 李世民扣留了执师司力 然后冒险帅长孙无忌 高士连 房玄陵 侯军吉 段志玄 独孤燕云等六旗 到长安城外的渭水汴桥南岸 隔阂责问东突厥背信弃义 同时唐朝大将玉池靖德 率领一支军队于靖阳之战中 击败突厥的左翼军 突厥名将阿什纳乌莫绰 几乎被俘 杰利克汗等自知理亏 又因为侧翼遭袭 大将被扣押 因此与李世民在渭水汴桥上 斩白马为盟 之后退兵 突厥杰利克汗 献马三千匹 扬万口 李世民也放回了执师司力 李世民将此事视为警告 因此从他即位开始 就着手准备灭东突厥 渭水汇盟后 唐太宗为彻底解除突厥威胁 采取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 以增强国力 在军事上积极备战 他一反前朝 不许臣下带武器上殿的规定 每天引数百士卒 在显德殿习武射箭 很快培养出一支 能征善战的精锐部队 同时 唐瑜贞观元年 争取割据横安镇的军阀 刘武周的余部 愿军章归附 贞观二年 柴绍和薛万军 率军击灭割据朔方的军阀 梁师都 占据了便于反击东突厥的军事要地 而突厥内部 由于连年征战和霜冻干旱等天灾 使得名疲触售 很多羊 马 被冻死 饿死 薛颜驼 回合 拔野谷 铜锣珠布 亦趁机群起反攻 共推薛颜驼首领 宜南为珍珠克汗 并接受唐王朝策封 东突厥刺汗 突厥克汗 应长期受杰利克汗 压制排挤 也暗中与唐联络 表示愿意归附 唐反击突厥的条件 已经成熟 贞观三年十一月 东突厥将军 雅尔金和阿什纳杜尔 率军进扰河西 宿州首将张世贵 甘州首将张宝 相互统兵 结成脊脚之势 兼臂亲也 利用城池阻挡突厥骑兵 最终使突厥人 无功而返 这位李世民反击突厥 找到了出兵的借口 贞观四年 戴州都督张宫景 尚书唐太宗李世民 列举了六条 出兵突厥的理由 唐太宗以突厥进攻 河西为借口 于二十三日 照命兵分六路 出兵剿灭东突厥 兵部尚书代国公李靖 为定香道行军总管 恶国公玉池靖德 匡道府折冲都位 苏定方为副将 率领中军 向云中和马义挺进 并州都督英国公徐世纪 为通墨道行军总管 代州都督周国公张宫景 明州都督高增生为副将 由东陆帅主力 直接进攻东突厥腹地 华州刺史霍国公驸马柴绍 为京和道行军总管 胡国公秦书宝为副将 在西路顺黄河前进 与李靖 徐世纪 姚湘呼应 负责掩护左翼 礼部尚书任陈郡王李道宗 为大同道行军总管 甘州刺史张宝相为副将 从灵州往西北挺进 以阶段突厥的西桃路线 简校幽州都督 魏孝节为恒安道行军总管 卢国公成枝杰为副总管 率军进驻燕云地区 防止突厥军队东逃 灵州大都督驸马薛万彻 为畅武道行军总管 左宵魏大将军 樊国公段志玄为副总管 借到东北出击突厥后方 并监视和牵制突厥可汗 十余员大将共率兵十余万 接受李靖节度 分六路反击突厥 此外 还有武阳县南李大亮 镇守梁州防备西北 仁国公刘宏基 镇守河北益州防备东北 除陈国公侯军级 任兵部尚书留守都城外 唐军主力 以及军中的可战之名将 几乎清朝而出 四年正月 李靖帅三千萧綦 从马义出发 近战厄阳岭 成夜席站湘城 杰利克汗未料到唐军突治 认为李靖敢孤军深入 定有主力随后 慌忙将崖障 撤至气口 李靖又派间谍 离间其步众 杰利的新富大将 康苏密携隋阳帝皇后 萧氏及其孙杨正道 至定乡祥堂 杰利建康苏密祥堂 不敢停留 继续率部向殷山撤退 在魂河边与柴绍的金河军交战 之后又在白道遭到冰出云中的 徐世纪率领的通墨军截击 大败 杰利退囤铁山 收集于部数万 杰利自觉已不是唐军对手 吉派直师私立为特使 到长安向唐太宗谢罪请降 表示愿举国内赴 实际上企图带草青马肥之时 再转移墨北 刺激东山再起 唐太宗派红卢卿唐检 将军安休仁等去突厥辅卫 令李靖率兵接应 二月 李靖引兵至白道 与徐世纪会合 相与定谋 认为竭力虽败 兵力尚多 若任其逃往漠北 依附于薛延陀等部 则很难追奸 金唐检在突厥 竭力谢而不备 如选金旗席之 可不战而擒之 偏将张公锦 怕这么做会使唐检等人 身陷险地 李靖说 只要能剿灭突厥 唐检等人根本不用去考虑 于是李靖令徐世纪 统大军纪后 轻率金旗万名 各备二十天口粮 连夜出发 向铁山吉池 李靖军冒雪至鹰山 欲突厥营杖千余 进扶之以随军 竭力见唐使前来抚卫 以为安然无事 为家戒备 初八 李靖派都尉 苏定方率两百骑兵为前锋 在农物掩护下 贤眉极静 至竭力崖障七里 才被发现 苏定方长驱直入 冲进了突厥杰利克汗的牙障 杰利及其部下 不知农物里有多少唐军 阵脚大乱 杰利克汗呈千里马西逃 李靖率大军跟进 突厥金溃散 被奸万余人 被俘男女十余万 唐俭安休人 趁乱脱险而归 杰利克汗在殷山被击败后 仓皇由云中向西逃窜 意图投奔土玉魂国王 慕容浮允或高昌国王 屈文泰 在半路上 部将大多叛逃 棋子迭罗斯也与他走散 不久 身边只剩下数十骑兵的杰利克汗 迎头撞上了李道宗的大同军 一番激战后 唐将张宝相将杰利克汗擒货 李世民没有杀死杰利克汗 而是封他为龟翼王 右卫大将军 让他在长安度过余生 突厥克汗随后归降 被封为北平郡王 突厥的名将或首领 包括执师斯利 阿史纳舍尔 阿史纳斯摩 以及弃壁和利等 西数归降 都受到唐朝的重用 珍珠克汗疑南 也上表表示归顺 唐朝将东突厥领地 画入自己的版图 在其上设置了顺州 玉州 跨州 长州 定乡 云中等都督府 唐朝的疆域 由此扩大至 阴山以北六百里 势力范围达到贝加尔湖 东突厥队 东突厥灭亡后 其残部 以及大多数铁勒的部众 投到了歇岩陀部 珍珠克汗疑南的帐下 疑南实力大增 在 阿尔魂河 玉都军山附近 建立了崖障 另一个部族 回河也在 吐拉河畔建立了崖障 然而也向 宜南称臣 为了避免其叛乱 唐太宗开始扶持 回河 以抑制 歇岩陀 而后又封 东突厥的贵族 阿舍纳斯摩为 可汗 建崖障于 河套平原 以示之为 东突厥正统 在南面 牵制宜南 贞观十五年 唐太宗前往 泰山丰扇 刚走到洛阳时 宜南趁机 火同回河 铜锣 墨河等部 从白道川出击 袭击了阿舍纳斯摩 并挥师南下 逼近戒休 接到阿舍纳斯摩的急报 唐太宗命令 迎周都督 晚成进攻 张俭 率领所部骑兵 以及契丹河西的联军 从东边押至宜南 又以英国公礼记 为朔州道行军总管 于朔州以北 将其击败 宜南退向 诺真水 退却的途中 宜南又遭受到了 来自云中的 沁州道行军总管 又同为大将军 国国公 张氏贵的袭击 而后 定外三路堂军 也先后赶到 在诺真水附近 对宜南 发动猛烈的进攻 几乎将宜南围艰 前来增援的宜南之子 大渡舍 在野长城外 被阿什纳斯摩和薛万彻的长硕军团击败 宜南的部将实不存一 从此退回漠北 不敢难犯 四年后 高沟离全盖苏文返 唐太宗率领薛万彻 陈明镇 张亮 王文杜 张世贵 薛仁贵 牛进达等 清征功伐高聚力 期间宜南病故 唐太宗在辽东战场 为宜南沮丧 细位的薛延驼首领 法卓为多米克汗 多米克汗夺得汗位 是杀了他的兄长鬼业 因此薛延驼的内部矛盾很大 为了缓解矛盾 法卓率军进攻下周 结果被归降唐朝的 元东突厥大将 直师司力用计击败 回合趁机脱离薛延驼 引兵袭击了拔卓 将其杀死 贞观二十年 薛延驼已经陷入内乱 唐太宗决定 彻底清除薛延驼这个威胁 四年 唐太宗派江夏郡王 李道宗出朔州 右销位大将军 弃毙合力 银州都督张俭出银州 驸马都位薛万彻 左卫大将军 阿什纳舍尔出圣州 圣州都督宋军明 左武侯将军 薛孤无人出灵州 驸马直师司力 率骑兵为机动部队 诸位将军各率所部 突入薛延驼 很快将其击溃 四年直师司力 和下周都督乔师旺 再次合兵出击 大败薛延驼 唐朝立多摩之 为新的薛延驼部首领 然而多摩之无法服众 书勒等部不服 唐太宗派英国公李济和大将军 萧摩科出征塞外 在塞北荒谷击败书勒等部 迎接多摩之回长安 唐太宗封多摩之为右卫大将军 在薛延驼地设置奄然都护府 至此 原东突厥所有的地区皆臣服于唐朝 而到这只是一半 唐朝与西突厥的爱恨情仇才刚刚开始